大家好,我叫张君浩,绝号叫做吊嘎,绝大多数人叫我吊嘎啦 我是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常卧理事,现在也是黑熊的研究人员 我是资讯背景,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有一点点紧张 那我要提案的就是我想要做一个台湾黑熊通报与资讯平台 那这个平台是什么呢? 就是我希望它可以具有方便任何人,就是如果你在山上看到黑熊 或者是你发现你家后院有黑熊,你可以来这个地方通报 那这个系统我希望它可以结合GIS还有资料库的系统 然后这些资料最后都可以协助我们黑熊的研究人员 把它做成相关的研究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黑熊通报与资讯平台 是这样子,因为台湾黑熊数量非常的稀少 其实它要收集到它的研究资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平台可以鼓励民众参与 所以这个其实是公民科学的概念 那再来就是希望可以利用资讯的技术 就是让我可以借由地理空间还有时间等等的条件来归纳这些资料 然后这些资料最后都是作为研究 还有政府进行保育的基础资讯 那过往其实台湾有台湾黑熊 然后一直以来都有一些相关的通报案例 像是有黑熊可能会中了陷阱 或者是黑熊可能会闯到机舍里刺激 然后有警察会在山路上看到黑熊 或者甚至有人会发现黑熊死在田边这样子 那有的时候我们台湾黑熊保育协会 也会收到一些山友的通报 像是在山上看到熊的爪痕 就问我们这个是不是黑熊 或者是看到黑熊的脚印 那如果有在爬山的朋友也应该有听过 黑熊会闯入就是嘉明湖 还有向阳商务等等的消息 那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既有的成果 就是我们在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平台网站上 有一个问卷式的线上表单 那它其实大概它指向是 类似Google表单那样子的功能 所以功能上有一点 我们现在用起来觉得它不太足够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自己研究人员 也会借由自己的收集的资料 然后结合GIS软体做成一些相关的成果 所以像这个是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通报平台 那这个是我们过往利用我们收集来的通报资料 做成的一个地图 那目前在GIS上面看到有一些类似的专案 像是地球公民基金会 曾经做的这个农地违章工厂回报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知名的 大概就是特胜中心跟中研院合作 做成了一个台湾陆史观察网 就是使用者要是在野外或者是山上发现有 野生动物被车撞死 他可以来这个地方通报 然后借此来了解台湾道路的 野生动物被车撞死的这个风险 那我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功能呢 就是我希望它的前台可以让一个网页的平台 然后方便任何人在上面填资料 很直觉化简单的把资料填进去 那这个前台到后来我是预期它可以发展成一个冲突的热点地图 然后后台是希望可以让研究者用时间空间等等的条件来筛选汇出资料 然后有注迹啊修正资料之类的功能 那最后因为其实这个在全世界的野生动物研究都是一个难题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工具来收集来自于民间的研究资料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完成像这样子的一个开源的工具 其实它是有潜力把它分享到全世界各式野生动物研究的领域去这样子 所以啊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募集感兴趣的设计师 系统架构师还有其他相关的工程师 那我在GinnyVslack上开了一个频道叫TBBCA 那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都欢迎来这个地方讨论 那因为我下午还有其他的那个学术活动的行程 所以没有办法留下来讨论 相当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跟我联络 谢谢大家